後面的那個消貨單 那到過日期部分怎麼算呢 其實到過日期就根據他 去查詢什麼 查詢郵件這個工作 表裡面 這個欄位裡面的 這個 就是查到他 然後看是幾天 比如說查前面的 取得後面的天數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呢 第一個等於什麼 第一個 原來的 訂單的日期 訂單日期裡面 裡面是一個NOW 所以你們這邊自己打一個NOW 然後格式部分的話呢 除了格式的話呢 就用那個一般的日期就可以了 因為NOW裡面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時間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到過日期的話就是等於 等於那個訂單日期 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 這個前面的 時間 這個這個時間 然後去查什麼 查後面的日期 所以 這個地方要怎麼去 去查到後面的東西 有幾個方法 你這邊的話呢 在這裡可以插入什麼 VLOOK函數 這一般的話 如果要查表 如果有資料 類似資料庫的查詢功能的話 你要記一下這個是 VLOOKUP VLOOKUP函數按確定 那這個VLOOK函數裡面的話 LOOKUP VALUE VALUE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值裡面的話 Table Array 就對照表 對照表看 你有沒有建立名稱範圍 如果沒有的話 直接點這邊 然後把這個範圍選取 選的時候不要選到標題 然後他會跳出來這個Table Array 是 郵件 A2到 B4的範圍 然後呢 要取得回來的 要查回來的是 第2欄的資料 因為第1欄通常是 要查的資料 那第2欄就是要取得回來 幾天 那幾天之後 因為呢 定 這個定案日期加上幾天之後 那就是 我們的到貨日期 那比對方式的話 如果0的話就完全比對 OK 好之後的話 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查出 我們要的這個日期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會隨著 有沒有 隨著這個天數而增加 但是 我剛好提過說 如何避開那個 這個 假期的部分 這個問題剛好也是 之前同學上課的時候 問到的 裡面的話 其實 我順便提示一下各位 如果你們要 這地方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做那個 Walkdays 這個有個叫 Walkdays 這Walkdays裡面 他就是可以 傳為指定的工作日期 之前 前後日期 就是這邊按確定之後 他裡面有個 Stard day 然後有個day 另外有個holiday holiday就是說 你如果有國定假日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 這個國定假日的一個 政列 就是一個範圍 比如說你從 人事行政局裡面查到哪些 放假 你就把這個 範圍給他 他就會幫你扣掉 國定假日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如果用Walkday 怎麼做出來 我想各位也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 之前有同學 我剛好問到 我就把 帶到這裡面來 這個地方就可以避開 這個Walkdays會自動幫我們避開 6日 只要6日他自動避開 這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接下來的話 客戶部分 我要怎麼做一個 下拉的 清單 這邊點下去可以下拉 下拉的部分的話 客戶部分 其實 第一個 我們 最簡單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範圍 怎麼樣 先選取客戶名稱 然後呢 點到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因為頂端列就是他的 這個他的一個 名稱 按確定 確定之後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會多一個什麼 客戶編號 客戶編號指的就是下面這東西 那我們按關閉之後 就可以直接到消貨單 這裡如果要做一個 你才能做一個 而且 那